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半导体设计大型企业美国辉达和第一大半导体代工企业台积电,将于今年年内向市场投放生成是AI专用半导体。 最高将使AI导出答案的速度提高至上一代产品的十余倍。 在半导体因大流行,特需的反作用影响导致市场行情恶化的情况下,两大半导体巨头将在新的增长领域巩固领先地位。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,5月底在台北市举行记者会时,强调了生成是AI市场的增长性。 由于AI用半导体的需求非常强烈,正与供应链合作伙伴一起加紧增产。 辉达主要生产,AI领域广泛使用的绘图处理器,GPU,在AI用半导体领域拥有全球八成份额。 由于以TypeGPT为代表的对话型生成是AI快速进化。 辉达打算今年年内投放专门进行AI数据处理的专用半导体。 这些将由台积电量产的辉达设计的半导体,将使AI导出问题答案的推理速度最高提高至上一代产品的12倍。 生成是AI服务大多在数据中心的伺服器上开发和营运。 GPUG能用于通过让AI学习庞大数据来提高回答准确度的学习,又可用于接受用户的提问等,由AI推导出答案的推理。 特别是回答的GPU面向AI用途不断优化,具有很大的领先优势。 开发ChatGPT的美国新兴企业OpenAI在开发该服务时使用了约1万个GPU。 据集邦咨询预测,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,机后开发和营运一项服务将需要3万个以上GPU。 日本媒体表示,用于游戏和影片编辑的普通GPU,也有市售单价低于10万日元的产品。 而AI用高效能GPU则足足超过100万日元。 如果需求增加,将会对整个市场产生巨大影响。 德国调查公司Statistai预测,生成AI拉动的AI半导体市场规模到2028年将猛增至1278亿美元,是2021年的12倍。 整个半导体市场截至2022年为80兆日元,即使与此相比,AI半导体市场也有很大的存在感。 所有这一切支撑回答的,是在半导体量产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台积电。 包括新推出的面向生成AI的半导体在内,台积电独家生产面向AI的高效能GPU。 两家企业的关系可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。 成立不久的挥达为确保代工企业而发愁。 同样来自台湾的黄仁勋,找到了当时在半导体代工领域取得飞跃的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。 据称,张忠谋在电话中直接商谈,从此两家企业开始交往。 以后长达近30年,台积电一直向挥达供应涵盖游戏、个人电脑,乃至AI的广泛产品。 近年,双方在开发掌握AI半导体效能,提高关键的封装技术上不断加深关系。 这是将拥有不同功能的多个半导体纳入一个封装中,使其高效联动的技术。 挥达在2010年代中期,很早在GPU上采用了该技术。 与开发量产技术的台积电合作,不断提高效能。 现阶段,面向生成AI的半导体开发竞争将更加激烈。 美国Google及美国亚马逊等大型IT开始自主设计半导体。 两家企业都是挥达的大客户。 目标是通过开发自己的半导体实现服务差异化及降低成本。 这样的大型IT企业也不得不将半导体生产委托给外部企业。 挥达与台积电的紧密关系,有可能对今后的竞争有利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4月中旬的记者会上强调, AI需求旺盛,将成为业绩增长的原动力。 生成AI有望取代智慧型手机等拉动半导体市场。 黄仁勋也表示,目前处于生成AI新时代的开端, 指出行业将进入巨大的增长局面。 能否供应支撑生成,AI发展的产品将左右整个市场的增长? 挥达近日发表预测称, 2023年5至7月的营业收入将达到110亿美元左右, 大幅超出市场预期,随后股价一度上涨近三成。 此外,该公司还发表了采用, 最新半导体的生成是AI用超级计算机, 这也被视为利好,股价涨至年初的约三倍。 随后,美国挥达的总是直在五月底, 一度达到一兆美元, 跻身于苹果和微软等美国科技巨头的一兆美元俱乐部。 这是半导体企业的总市值首次突破一兆美元大关。 在美国科技企业中, 其规模仅次于同样超过一兆美元的苹果、 微软、Google母公司、Alphabet和亚马逊。 围绕生成是AI、Google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, 正在自主开发半导体。 Meta和特斯拉也曾一度进入一兆美元俱乐部, 但目前总是值均低于7000亿美元。 利用日新月异的AI保持竞争力, 满足市场期待,并非意识。 AI的快速发展还将改写美国科技行业的版图。 在SNS社交网站领域, 使用基于AI的自主算法的TikTok 迅速成长为全球用户达10亿人的应用, 正在威胁Meta的广告收入。 现在, 辉达作为支撑ChatGPT等生成是AI的幕后英雄, 而备受期待, 正在显著改变科技行业的势力版图。 黄仁勋强调称, 他们无疑正处于生成是AI的新时代的开端。 辉达预见到了高清3D影像需求的增长, 专注于开发被称为GPU的绘图处理器, 不断发挥优势。 与传统的CPU中央处理器相比, GPU更能高效地并行处理复杂数据, 有助于生成是AI进行海量数据的学习和推理。 该公司开发专门针对AI的半导体, 掌握八成份额。 英国New Street Research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, 如果仅限于用于AI机器学习的半导体, 则会打的市场份额达到95%。 从个人电脑、CPU领域与微软一起称霸的美国英特尔, 到在智慧手机时代专注于行动通讯的美国高通, 掌握半导体关键的企业, 总是随着技术变迁而不断变化。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日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表示, 相比辉达和AMD等竞争对手, 英特尔一再推迟推出新晶片, 让潜在客户感到失望。 他们陷入这个泥潭不是没有自身的原因, 他们在领导力、人员、方法等方面有一些严重问题需要解决。 在基辛格看来, 英特尔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在晶片制造方式上的转型失败。 如今,晶片企业往往要么专门从事机体电路设计, 要么专门从事制造, 英特尔一直没能拿下很多制造其他公司设计晶片的业务。 基辛格计划向新工厂投入多达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资金, 除生产英特尔自己的晶片之外, 这些工厂也将为其他公司制造半导体。 全球晶片市场规模预计将在本十年末超过一兆美元。 基辛格表示, 成为一家全球领先的晶片代工生产商势在必行。 基辛格表示, 他有信心英特尔能够兑现他在四年内实现五项晶片技术进步的承诺, 并将在未来几年内制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处理器。 去年, 英特尔公布其晶圆代工业务收入为8.95亿美元, 仅不到其总销售额的2%。 在去年的会议上, 基辛格向晶片生产员工表示, 他已经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压在了晶圆代工业务的成功上, 并且承诺将全力以赴确保其成功。 美国政府也希望重振国内晶片制造业, 因为大部分业务前几年都迁移到了亚洲地区, 那里提供低联劳动力成本和优厚激励措施。 基辛格一直在推动政府加大对晶片生产的投资。 有一次, 他曾向政府代表抱怨, 英特尔似乎会先拿到欧元在海外建厂, 然后再拿到美元在美国建厂。 此后, 华盛顿实施了晶片法案, 该法案为国内晶片制造行业分配了530亿美元的资金, 贷款担保和其他激励措施。 然而, 辉达的快速扩张, 宣告着半导体行业的主角更迭。 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在近日财报发表会上, 经常提及iPhone时刻。 它将生成是AI的问世, 比作2007年iPhone的出现。 iPhone将竞争焦点从个人电脑迅速拉到行动装置。 在台积电作为其背后的大靠山, 基于AI的技术变革期, 辉达的半导体显然是必不可少的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